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已经运行了35年的 免费的公共访问的Unix Shell 它的名字叫SDF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说博号或者是托管网站 收发邮件 还能聊天玩游戏 当然了这些都是在命令行下来执行的 接下来我简单的演示一下注册的方法 这里边我给到了两个网址 注册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输入邮箱 在这里要输入一个登录的名字 然后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到邮箱里去 找到一封SDF发送的邮件 在这封邮件当中 它给出了用户名密码 还有不同系统的登录方法 那在这里呢我是Window 所以呢我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登录 首先呢我们新建一个服务器 Label写这个 地址是tty.sdf.org 用户名是我们刚刚取的这个名字 这个密码是邮件当中的这个密码 然后我们保存 好下面开始连接 第一次连接的话 它需要有一个确认 这里让我们输入一个key 我们直接回车跳过 好现在就进入到了这个公共的unix系统 这个系统它做一个学习的工具 是非常好的 经过我几天的测试 它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里边它给到了几个功能 例如说come 就是与其他人聊天 然后这里是接收推特的消息 这里是玩游戏 设置个人网站 应该是一个收费的功能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资助一下 因为这个系统就是FreeBSD 然后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了两个文档 一个是英文的 一个是中文的 如果想学习unix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本期的视频我就讲到这里 那下期的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 一个非常容易注册的虚拟卡平台 而且可以用微信充值 那使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如果有需要的话 请你现在关注一下我 视频马上就和你见面 我会给大家看 我会给大家看 我会给大家看